各位朋友们大家好,解读建筑,今天继续解读教堂的建筑,教堂一些玻璃窗上的建筑 比如说玻璃窗上绘画着这样一个人物,他是谁呢?他是旧约的先知以赛亚 以赛亚,以赛亚,以赛亚 根据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耶利米先知,他是以赛亚先知 那以赛亚先知呢,这旁边有点像巨子,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巨子,有点像巨子 据说呢,他最后是被巨子巨死的,是殉道而死的,这是犹太人的传说 以赛亚是在马拿西王的命令下被巨成了两半 被巨成了两半,你看,就好像被巨子这样巨成几半一样 被巨成两半,所以巨子就成了以赛亚的象征之一 那以赛亚书呢,其实是非常伟大,优美的一卷书 比较长,有66章,比较长 然后呢,又是比较优美的一部书 如果你读的话呢,你会发现虽然长,但是非常的优美 以赛亚名字的意思呢,就是上帝是拯救,上帝是救赎 是这个意思,然后我们看,以赛亚手里拿着卷轴 就是以赛亚书,比较长 这就是一卷比较长的一卷书 好,以赛亚先知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好,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,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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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